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3号中午和哈萨克斯坦总统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 习近平指出他和托卡耶夫举行了亲切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 达成广泛共识 双方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规划未来合作的重点方向 习近平指出双方一致认为中哈两国都处在各自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 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路人 双方将继续发扬相互支持的优良传统 持续深化政治互信、推进发展战略对接 坚定维护彼此核心利益 做对方可以以众和信赖的坚强后盾 我们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新成果 双方确立了未来尽早实现双边贸易额翻番的新目标 商定不断深化经贸、投资、产能、互联互通、能源等传统领域合作 实行好经贸合作发展规划落实路线图 推动更多产能合作项目 开花结果 习近平表示 双方将加快推进跨离海国际运输路线和中哈第三条跨境铁路建设 还将共同培育关键矿产、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新增长点 助力两国务实合作不断体制升级 中方决定在哈斯克斯坦开设第二家鲁班工坊 明年在哈斯克斯坦举办中国旅游年 双方将拓展媒体、智库、影视等领域合作 鼓励更多省、州、市、街好 助劳两国社会民意基础 中方支持哈斯克斯坦加入金砖合作机制 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中等强国作用 为全球治理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习近平表示 双方将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协作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组织框架内协调配合 共同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 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共同维护两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托卡耶夫表示 习近平的访问具有特殊历史性意义 哈中关系始终基于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哈方致力于持续加强对华全方位友好互利合作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来哈投资 将为中国企业提供一切必要有利条件 哈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中国、中亚、上海合作组织、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 哈方期待同中方共同努力 推动哈中关系在新的黄金三十年里取得更多成就 迅回市综合报道 框架